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部分要介绍的是卡方分配 在介绍卡方分配之前 我们先要复习一下 伽玛函数 伽玛函数 我们常常会用到 这边就是零基道无限大 这个地方 各位同学的话呢 先看一下 那它有两个性质 一个就叫做阶层的性质 还有一个特例 二分之一 带伽玛函数的时候 它是根号拍 那么我们先复习完了这个部分以后 我们对于后面 这个卡方分配 才会比较容易了解跟接受 现在我们来复习的是伽玛分配 伽玛分配有两个参数 一个叫做α 一个叫做β 现在当α是二分之new 这个字我们要念对 这个就是母体平均数 我们字要念的是mu 那么这边有一个像V一样的 那其实这个字念new new new指的意思是什么呢 指的是我们后面会用到 我们称为自由度 但是我们先记得α是二分之new β固定是2的时候 那么几率密度函数 各位同学请看 我们把它改写一下 β是2 这是二分之new 这边改成二分之new 减1 1的负2分之x 我们写成这样的形式的 我们就称为是卡方分配的 几率密度函数 也就是说卡方分配 其实就是γ分配的一个特例 现在我们正式的来介绍卡方分配 就叫做这个字念chi square 念chi chi chi square distribution 那么它的几率密度函数 我们再次重申 二分之二分之new 这边有一个γ function 二分之new 这边的来说 这个new一定是正整数 绝对是要正的 而且要整数 我们称为自由度 叫做degree of freedom 那么这个 是我们定义的卡方分配的 几率密度函数 卡方分配 其实跟我们前面的γ分配 其实是类似 但是它是因为是特例 所以它的图形 几乎都是我们所谓的右偏的函数 那么我们大概描述一下 以自由度不一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来看看它的图形 自由度是5的时候 new是等于5的时候 它的图形倾向于右偏 都是右偏 但是随着自由度 越来越大 它右偏的程度就没那么严重 到了超过30以上 就越来越大的时候 这个卡方会逐渐的逼近什么呢 常态 这个是可以证明的 现在我们要研究卡方分配 当然这个几率密度函数 我们只要找到的 它的动差生成函数 其实就是全部都可以把它 就是等于破解 从第一代到最后一代都可以了解了 所以只要找出它的动差生成函数 我们要什么就有什么 现在我们来算一下 动差生成函数 就是期望值 1的TX的期望值 好 我们把它算进去 好 现在我们注意的是 计算要怎么计算呢 这里是有X 这里也有一个X 1跟1 我们把它并在一起 然后 先并在一起 以后 我们再试图 再用γF的一个定义 把它对消掉 来我们看看 这样子做 这边1的话 合并在一起以后 这边TX 这边是负的二分之X 我们提出了负二分之X 这边就变成了2T 这边是1 所以是1减2T 没问题 那么下一步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用的是 这边 我们要把它另为一个 整个叫做 一个函数叫做Y好了 如果是要另成Y的话 这样子才能够符合我们 γF的定义 来我们另Y是这个 Y是整个的这个后面的 因为各位同学你要记得 γF是0到无限大 这边是X的alpha减1 这边是1的负X 各位同学记得了 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边要把它弄成一个干净的一个负的 这样子才能够最后把它改成改写成了γF 然后再用对消的方式处理 好 我们看一下 这边是Y 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我们把X解出来 这边乘2 移过去 这边除过来 所以X 我们就要用这个来取代 再过来呢 唯分DX也要DX 那么因为这边有一个DX 等一下我们要一起换掉 所以这边的话来说 DY这边照写 好 那么现在下一步就是要把这个Y带进去 Y带进去 那这个X当然我们必须也要把它套进去 来我们把它套进去 用不同颜色的套进去 好 你看 X我们换成了这个 这边是2分之牛减1 这边是1的负Y 这样干净很多 那DX呢 DX就是这样 1减2T分之2 来我们把它写下去 好 现在下一步要怎么做呢 下一步我们可以发现的是 这里 这个是变数是Y 这里有Y Y我们就要留下来 跟Y没有关系的 我们可以把它扔到外面去 但是我们这边可以 其实可以直接对销 那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 这边 Y的要留着 这个 二分之牛减1 跟这里的 这边的 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 这边有二分之牛减1个 所以我们把它抵消掉了 这边只是要干净的二分之牛 这边是Y的二分之牛减1 那各位同学要注意 这是怎么分的 乘上Y 二分之牛减1 所以这边的两边都有次方 各位同学要只知道 是这样子分的 那这样子分了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什么 这也可以销 这边再重超一次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二分之牛 跟这边二的二分之牛 有没有发现 可以对消了 这边就是 1减2T的二分之牛 再放在分母 这边照写 这边照超 好 这是什么 我们再回顾一下 伽玛方选 伽玛方选是什么 0到无限大 这是X的α减1 这是1的负X DX X换成Y 我们来看 这是 我们就发现 这就是二分之牛 这就是伽玛方选的二分之牛 我们发现 这是两个是可以抵消掉 所以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 卡方分配的 动差生成函数 我们就算出来了 这个各位同学 麻烦记一下 为什么要记一下呢 因为等一下 我们要算它的 期望值跟变异数 都需要它 我们刚才算出了 卡方分配的 动差生成函数 那么要算期望值 跟变异数 就非常容易了 那么动差生成函数 已经找到了 我们只要对它来做一次 对T来为分 然后再令T等于0 就可以算出一些动差 那就是我们的期望值 来我们把它写出来 先对它为分 这个的次方的话呢 这是负的二分之Nu 乘下去 这边要次方要降一次 然后乘上里面的微分 叫做连锁率 里面微分是负2 那么负2跟负2这边抵消掉 所以这边是new乘上1减2t的 负二分之new减1 好算完之后 我们另t为0 t等于0 那这边就任何的数字 1的任何次方都不要管它了 它就是1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呢 期望值 卡方分配的期望值是new 现在我们的目标是要去算变异数 变异数也不麻烦 我们只要把二阶洞差找出来就好了 现在一阶洞差 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已经微分了一次 现在我们需要算的是再微分一次 那么再微分一次 这个次方再扔下去 来我们写下去 两次微分的话呢 这边的话呢 次方负的二分之new减1再乘下去 然后这边照超了以后 次方要降1 减1就会变成减2 再乘上里面的微分 还要再乘上一个负2 那么算到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还要再算什么呢 还要再将t 令t为0 令t为0之后 带进去 我们发现 这个地方来说 这边没有了 t等于0 这边的话就是1的次方 不用说 负2跟这边的话的抵消掉 所以这边得到的是什么 这叫做二阶洞差 二阶洞差有了 一阶洞差有了 当然我们的变异数就非常简单了 怎么说呢 变异数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二阶洞差 减掉一阶洞差的平方 现在我们把二阶洞差写出来 这是我们的二阶洞差 一阶洞差的平方 也就是我们的期望值的平方 我们消掉 消掉 我们可以得到两倍的 这是什么 自由度 这是一倍的自由度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结果 卡方分配的期望值 是自由度 卡方分配的变异数 是两倍的变异数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卡方分配的定义 跟卡方分配的期望值 跟变异数 那么这个地方来说 卡方分配 我们是一定要学得很好的 要学得很清楚 因为这个地方 在估计跟检定 它的变异数的时候 我们都会用到的卡方分配 那么这边再次提醒 它的期望值跟变异数 都是跟自由度有关系 自由度 还有两倍的自由度 那这个 各位同学可以记住